你对自己的头发满意吗 头发好坏与什么有关 你被头皮屑长白发困扰过吗 头发到底能不能染 皮肤科专家跟咱聊聊头顶大事 敬请关注 健康之路过健康生活 欢迎大家收看由无限级独家贵民播出的健康之路节目 我是季卫华 其实要说到头发的麻烦事 我们每个人可能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 昨天我们说有的人没有头发了 头发少了掉发 但另外还有一部分人会因此而苦恼 什么呢 我们来看个图片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张图片 好像就想上去 这样赶紧提个胆一胆 因为看到有很多的头皮屑 其实在生活当中有这种问题的朋友 是大有人在 那您知道到底头皮屑是因为什么而出现的吗 我们看看第一个问题 那让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人为什么会产生头皮屑呢 他真正的圆胸到底是什么 是头皮出油多 洗发的次数多 还是真均感染呢 大家清楚吗 我就说我啊 我二十岁出头的时候 哎呦我那个头皮屑那叫一个多 就是刚洗完 有的人是干了以后才会出头皮屑 我那时候真的就是大块大块的头皮屑 我那时候特别的郁闷 你没收集点 特别郁闷真的 那时候我就觉得一个女孩子出去 就头发本来挺干净的 但是你上面有头皮屑 哎呦真的很闹心 然后后来就有人告诉我 是因为我说吃的太好了 特别营养多 所以说你这个头皮屑就会很多 但是我今天一看也没有啊 我觉得应该是出油多 其实如果有这个洗头次数少的话 我可能会选洗头次数少 一个人不爱洗头容易有头皮屑 不干净 怎么洗头次数多也成为 头皮屑产生的元凶呢 所以应该是出油多 而且我听说那时候就有一个人 特别爱出油头发 然后头皮屑也多 在剧团工作 然后正好剧团的时候 比如说有下雪的场景嘛 他就跑到二楼看着脑头 那让我们看看大家呀 认为头皮屑产生的真正元凶 到底是什么呢 还是选真菌感染 以及头皮出油多的更为多一些 那我们来看看到底真正元凶是谁 我们今天来把他抓住啊 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于 首都伊斯特大学附属 北京同仁医院的魏爱华副教授 欢迎魏医生 你好 魏医生欢迎你 那您跟我们揭露一下 到底这个真正的元凶是谁呢 是这样啊 头屑呢是我们正常人 生成代谢的产物 每个人都会有的 但是呢一般的生理性的头屑呀 是一个细小的颗粒 所以说我们正常人一般觉察不到 也不影响我们的工作生活和学习 但是有的人呢 头皮屑特别大特别多 这就是一种病态了 它是一种头皮异常代谢的产物 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种异常代谢呢 那么最常见的就是真菌感染 真菌感染 我们对 那我们常规理解说真菌感染就有点像什么 有气有气 对啊 会皮症 对皮症有的时候也是真菌感染所引起来的 对 我们头皮上有一些正常的菌群 其中一种菌叫做康皮包子菌 之类叫玛拉色菌 它会异常地繁殖 然后引起头皮屑的增多 附着在头皮或发干上 有时候轻轻地搔抓 对 轻轻地搔抓 或者说梳头的时候 就会脱落在我们的肩膀 后背 那待会儿还得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怎么样驱除这个头皮屑 好 先请您落座 魏医生 我想问问魏医生 有的人说 我头发是油性的 有人说是 你看我是干性的 这个油性和干性 对这个头发有没有什么 不一样的影响 或者哪个更好一些呢 是 我们头发呢 有的人的发质是干性 有的人是油性 还有的是混合性 一般来说 头皮屑也是 它也分为干性头屑和油性头屑 这两种发质呢 都会产生头屑 但是一般来说 油性头发的人呢 更容易产生头皮屑 因为我们说头皮屑 最常见的致病原因呢 是真菌感染 真菌呢 是以头皮上的油脂为生的 所以说油脂多了 真菌的营养好了 它繁殖的就会多 就会引起大量的头屑 那所以还是得注意清洁的问题 对对对 那说到清洁的话 我觉得现在市场上有很多那种洗发水 各种各样品牌的 而且一般的洗发水 我只看两个字 有没有去蟹的这个功能 都写的超强去蟹 而且很多是打着药用的这个旗号 这个一般来讲会有什么挑选的敲门吗 挑选洗发水也是要有常识的 要有一些技巧 就是我们不能单纯的看 是不是含有去蟹两个字 有很多并没有真正的含有去蟹的成分 我们看这些洗发水 例如这一款 它上面标有的成分呢 就写的去蟹养润组方 并没有标明它真正的成分 那么这一款呢 它上面就写了 主要成分是铜康座 铜康座是医学上一个有效 抑制和纱面真颈的成分 您的意思实际上是教大家 如何辨别这个洗发水 是不是真的能够去蟹 关键是要看它的有效成分 有效成分 那我们看看什么样的成分 真正是有去蟹功能的 这好像都是带什么什么座的名词 对 座类呢是医学上常用的一种 看真颈的药物 像最常用的有铜康座 易康座 米康座等等 那么另外二流化锡 这个呢也是一个有效的 抗真菌药物 所以说还有二流化锡的香波 和洗发水 都能达到有效的去蟹目的 另外呢还有一个叫 比定流同心 我们简称ZPT 那么如果洗发产品里 含有这种或它的类似的衍生物 也可以达到一个有效的去蟹目的 头蟹主要的原因是真菌感染 所以说选择洗发水的时候 一要看它的有效成分 第二还要性质温和 如果浓度过高 或者是一些气性比较强的洗发水 它不仅没有去掉头皮屑 而且可能会引起头皮的损伤 激发细菌和真菌的感染 还要根据病因 你确实是真菌感染引起的 可以用这种抗真菌的洗发相波 但是如果是其他原因的 那么单独的抗真菌是没有用的 那我们选对了这个洗发水 这是一个前提 那接下来呢 咱们就要洗头发了 那通常来说 我们多长时间洗一次头发 更为合适呢 看看这是一道调查性的问题 来看一下 想了解大家 您会几天洗一次头发呢 根据您自己实际的情况 先来进行选择 您是每天都洗啊 还是两天洗一次 还是三到四天洗一次呢 请大家先来做出选择 我只要出门就洗头 那也就是说 如果三四天不出门 就三四天不洗 但如果每天出门就每天洗 这个做完是什么日子呀 那我们看看大家通常啊 洗头的频率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绝大多数观众 我们选择的是 三到四天洗一次 还有三分之一的观众呢 是两天洗一次头发 那我们看看啊 我们的专家是认为 多长时间洗一次头发 比较合适的 请教一下文医生 其实啊 大家的选择都没什么错误 这要根据本人的头发的发质 来确定 一般来说 我们说油性头发的人 可以洗得稍微勤一点 每天或一到两天 还有夏天 因为出汗 我们可以每天都洗一下 油性皮肤的 那么对于干性发质的人 还是建议少洗 一般三到四天 特别是冬天 更不要太平了 三到四天洗一次头发 就合适了 对 油性头发的 也不要过度的 频繁的去洗 为什么呢 因为啊 我们头皮出油啊 是要根据 它这个信息反馈的 如果你过度的 频繁的去洗发 头皮 它收到了缺油的信息 它会 分泌更多 分泌更多的油脂 就会越洗越油 我曾经门诊的一个小伙子 他明显的这种 头皮屑多 头发出油 我问他多长时间洗一次 他说 他现在是一天两次 他恨不得一天三次 因为洗完了 就出油 我说你这个洗得太勤了 他说不洗出油啊 我说你洗得越多 越出油 他有时候甚至 他早上洗完了 他自己说 坐地铁 到了班上 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又出油了 我说你就是因为 不仅洗得勤 而且用的这种洗发相拨 过于拨脱 太厉害了 太刺激了 对 碱性过强 那么头皮 洗完是干燥的 但是头皮收到这种 缺油的信息 就会在短期内 又分泌大约的油脂 这都是误区 还有在一点就有的时候 我洗完头 挤了一脑子的沫儿之后 我就冲 你不冲啊 就冲 但是为了省水 几下子冲完 然后就跑 有的时候还冒泡了 就感觉头发这样 就开始擦了 这种带着点 10%露的头发 会不会对保养 特别有好处 这是不正确的 那我们刚才说了 有些人呢 他说我是正确地洗头啊 我是油性头发 一到两天洗一次 我为什么头皮吸含这么多呢 我就问他 他呢 还有一些干净头发 他会用大量的护发素 他就跟大侧一样 他觉得 而且他故意不冲干净 他觉得护发素 在我头皮上 那我就一直在保养头发 这些都是不正确的 这些护发素 还有洗发水 在头发上残留 你要给真正提供了 一个充分的养分 它也容易繁殖 形成头皮屑 所以说我们建议呢 一定要把洗发水 和护发素 冲洗干净 而且护发素 不要用量过多 你买一瓶洗发水 买一瓶护发素 如果你护发素 过早用完了 说明你有用多了 然后还有第二 护发素 我们知道 我们干净的地方呢 主要是发烧 发干 我们头皮是出油的 一般不干燥 所以说我们的护发素 要抹在发烧和发干的位置 完了完了 不要抹在头皮上 我又是以为 要从这个头皮上吸收 它的营养 才能把它发烧给 营养到 你要抹在头皮上 一样 它给真经提供了 一个更好的营养化 我说为什么 我头皮就这么多 我每次都是 咔咔咔咔 一样往里抠 然后按着 挤挤挤挤的 扁扁的 然后还不洗干净 另外 还有人 在洗头的时候 又抓又挠 就是因为解痒 对 解痒 而且他觉得这样 洗得干净 我要把 每一个角落 我都要洗干净 这样也是不正确的 因为过多的骚抓 那个支架 抓破头皮以后 头皮受损伤 感染 感到容易引起 细菌和真菌的感染 因为正常的头皮 它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受损伤以后 这些异常的精群 就会入侵 正常的头皮 它不会的 你说 就说这个护发素 不要用多 也不能往头皮上抹 那这头发干 到底能不能用 这个护发素呢 我又觉得 你说抹的时间短了 是管不管用呢 头发干 用护发素 是完全正确的选择 但是 要科学的 合理的去用 怎么科学的 合理的去用呢 我们现在都知道 很多人 现在市面上 有很多 二合一 三合一的洗发水 是吧 我们还是建议 洗或是分开 我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 我们知道 洗发水 它的主要成分呢 是一种 英离子的表面活性剂 它呢 可以把我们 头发上的毛铃片 一层层的打开 然后将 那层的一些污垢 清洗干净 那么护发素呢 它是一种 羊离子的表面活性剂 它呈成酸性 那么它可以 使毛铃片 重新闭合 咱们可以 从这个图 看得出来 这头发不是 我们看到的 都是特光滑的 上面还有一些 小分叉 对 这就是洗发水呢 我们能把这个毛铃片 打开 然后把里面深层的污垢 清洗干净 您说那毛铃片 是哪部分啊 最外面这些 这些都是毛铃片 毛铃片就是 我们说头发的最外层 叫毛小皮 就称毛铃片 我们看到的 毛发的这个外观 如果你在洗发的同时 又用护发素 那么护发素 主要的成分呢 刚才说了 是一个酸性的 氧离子的表面活性剂 它能使得 这个毛铃片 闭合 形成一层保护膜 而且使得头发润滑 有光泽 那么我们想 如果你洗护一起 那么打开的同时 又闭合了 这样污垢又出不来 银感又进不去 那么二指的作用 就相互抵消了 对吧 所以说 我们洗发的时候 要先用洗发水 就像剥洋葱一样 一层层的 把这个毛铃片剥开 把里面的脏东西 洗出来 然后接下来 再用护发素 那么护发素呢 使刚才洗干净的毛铃片呢 再重新的闭合 保护 在头发上 形成一层保护膜 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其实我就是 以反面教材 我这洗头发 这工作做得挺好的 但是你看 我这头发真不如以往了 因为我们要是 做节目的话 那个发型师 为了让他们 保持一定的弧度 他必须要吹 拿电吹风筒吹 要不然呢 就上那个高温的 电加板 加 给他弄得特别直 所以吧 经过这么十来年的祸祸 我现在头发基本上 跟小钢丝差不多了 所以是不是经常用这种 电护的产品 比如说吹呀 加呀 也是特别毁头发的做法 是的 因为头发的主要成分 是脚蛋白 脚蛋白呢 受热它会变性 那么蛋白就变性以后 它就缺乏 没有光泽了 头发的营养 缺乏了 慢慢的 它的弹性 就会下降 容易断裂 干枯 失去光泽 就会像这样的吗 对 这是我们的一个 正常的毛铃片 正常情况下 它都是一个闭合的 沿着一定的方向 是吧 非常顺滑 那么我们看一下 那么经常 碳然吹头发呢 整个毛铃片 就是张开的 毛毛糙糙的 是吧 这光泽度也下降 容易值得断 所以还是尽量 要避免 什么电吹风啊 电加板啊 各种各样 那种上火型的东西 对 如果有些职业呢 必须要吹头发 做造型 怎么办呢 也教大家一个 正确的吹头方式 首先呢 我们充分擦干以后 自然量干最好 那么必须要吹的时候 有这么几个小的窍门 第一呢 要一层一层的吹 有些人呢 就拿着吹风机 对着头皮 就这么吹啊 那么你外面的头发 已经很干燥了 里面还是湿的 所以说我们要像 李发师傅一样 他要先把上层的头发 竖起来 先吹下层的 那么里面的头发 吹干以后 再吹外面的 这样逐步的 这是第一 第二 要先吹发根 再吹发烧 如果你先吹发烧 我们知道 发烧干了 那么发根 带有的这个水分 又渗透到发烧 是被共伴 对吧 第三呢 吹风筒 离着头皮 一定的距离 距离头发太近 对 这样的话 尽量把这种 头发的热损伤 降到最低 一般建议啊 吹风筒离头皮啊 15个公分 你看 圆片上的这个 远一点 对 远一点 尽量远一些 其实咱们现在啊 到了这个超市里呢 会看到各种各样 护发的产品 如果我们自己买回来 在家里做这个 头发护理的话呢 怎么样更好的 保养我们的头发呢 看看何佳博士的演示 好的 小季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 各种头发护理的产品 那么可能大家最常接触的呢 就是发膜 我这里呢 准备了几种 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质地呢 看起来比较的轻盈啊 没有那么的厚重 没有那么油腻 同时呢 我们再阅读一下 它的使用说明 那么其实呢 也提到了 那么这种产品呢 它是可以滋润头发 同时呢 也可以对头皮 有一些加强营养的作用 那抹上这个发膜之后 通过按摩的方式呢 还可以帮助这个头皮 促进它的血液循环 就像是给它做按摩一样 那么但是另外 我们把另外一个产品 打开来给大家比较一下 这样一比较呢 就比较明显了 这一种呢 我左手拿的这个 看起来就要厚实一些 油腻一些 那么这种发膜呢 它一般呢 是用在啊 比如说 女孩子经常染啊 烫啊 或者是发质 本身就有一些问题 比较干枯卷曲 毛鳞片呢 受到了一些损伤 那么像这样 比较油腻的产品呢 就适合它们啊 可以帮助头发的恢复 那么像这样的产品啊 大家就要记住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尽量不要接触到头皮 那应该怎么做呢 我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其实呢 这个方法 我肯定不如这个 理发店的老师们 做的专业啊 那么其实呢 我们先把它在手上抹匀 直接在头发上 抹匀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是一个 专业的理发师啊 我再给一个女生 做这个头发的护理 那么记住 大家注意到 我的手法呢 是从上往下 顺着这个头发 生长的方向 从发根到发烧 这样的一个顺序 那么不能反过来 因为反过来啊 那么就是逆着毛铃片的方向 反而容易损伤到它 好 就是这样 那么注意的就是油腻的 那么再给大家强调一遍 油腻的产品呢 不要接触到头皮 像这样的发膜呢 大家说 既然对头发有好处 那我是不是每天都做 每天就做三次 这样完全没有必要 那么根据头发生长的 这个周期呢 一般来说 我们十天 或者半个月 做一次就可以了 除了这样的发膜之外 我们还有一些 其他的产品呢 比如说这里 这个呢 是一个橄榄油 把它挤到手里 然后呢 在手上 把它抹匀 抓匀了之后 然后 再来 按摩头发 像橄榄油的成分啊 它的吸收比较快 同时呢 它中间也没有太多的 一些化学的成分 我们用的频率呢 可以稍微的多一些 也没有问题的 那么除了这些产品之外呢 可能有些年轻朋友啊 可能还会用一些 头发塑形的产品 那我这里有 那比如说 这是 这个透明的是发辣 还有一个呢 这个看起来呢 是哑光的 那么这个呢 是发泥 那么这两种产品呢 都可以帮助我们 整理头发 那我也是经常用的 那么像发辣呢 它用起来之后 它的功泽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亮 但是呢 我不太喜欢用这种 所以呢 一般来说 我用的是这个发泥 那么大家也要注意 使用发泥的时候 也要手法 也是相当重要的 那一般来说 我们用一点就够了 每次一点点 我们先在手心里 把它揉搓的均匀 然后注意呢 在手指指尖的这个位置 来 多来一些 直接把它抹到 头发的发烧上 然后慢慢地来整理 就可以整理出 自己想要的形状了 那么不管是发泥也好 还是发辣也好 那么它们呢 其实都是给这个头发 增加了一层额外的 这样的一个负担 所以呢 像这样的产品 用过之后啊 我们要建议大家 还是要及时地 把它清洗干净 同时呢 也不要用得太频繁 天天都用 那其实呢 对头发的健康 就是有影响的辣 小季 好 谢谢回家博士 除了这样的一些 头发问题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 头发上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这张图片 这个就是 少白头嘛 对 你这种人很难受 这样的人其实还挺多的 我刚才同学有一个就是这样 就他有一次 他真的很年轻 有一次去那个 我们学校的时候 大姐把他拦住了 说你来接孙子的嘛 因为有很多老人家 锻炼得很好的 皮肤是很有弹性的 很有光泽的 那个小伙子呢 是个农村的孩子 晒得挺黑的 也挺壮实 一头白发 真跟一老爷爷似的 就会把实际年龄小了 对 我觉得他的心态 真的是很强的 要是我的话 早受不了了 那我们看看 一旦你也是 到了不该长的年纪 长出了白发 该怎么办呢 我们看看下一个题 我们来看看 长白发呀 多吃什么是有好处的 是松仁 核桃 还是杏仁呢 看看我们观众们的选择 我们看看观众们会怎么选择 到底吃什么能长出来 黑头发 大多数观众选择的是 核桃和松仁 那到底哪个更好一些呢 是由无限级独家 冠名播出的健康之路节目 应该多吃一些 核桃 我们说 头发中的色素呢 主要是头发中所含有的 黑色素的颗粒的多少来决定的 黑色素颗粒 它能产生黑色素 从而使我们的头发 呈现一定的颜色 那么不同种族 这种色素的含量的多少 导致了我们不同种族 头发的颜色不一样 那么核桃里面呢 富含铜 铜呢 和黑色素的合成 关系非常密切 所以说 对一些微量元素 缺乏所导致的白发 那么多吃核桃呢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能缓解白发 产生的速度和程度 但是也很难逆转 已经长出的白发 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的这个黑色素 合成能力逐渐下降 一般来说 到了35岁以上 这个黑色素的合成能力 就开始衰退 就可以出现白发 那么有些人出现的早 像20岁 我们俗称少年白发 俗称少白头 健康的头发 需要多种的蛋白质 味量元素和维生素 所以说我们强调 饮食均衡 注意营养 保持健康的头发 对 所以这个养生 还是蛮重要的 有一次看一个节目 说一个 还挺有钱的一个人 然后一夜之间破产了 然后这个 他的老婆也离开他了 挺年轻的一个人 才40左右的年纪 一夜之间 头发全白了 对 真的有一夜白发的情况 这个是 真的是 以恶传额啊 或者是人的一个 真的能发生了 造谣吗 还真的可以能发生 科技上解释得通吗 我们说啊 一夜白头 是有这种情况出现 在一晚上之内 头发白了 但是还是比较少见的 极端现象 一般来说的 一夜白头 是夸张的形容 一个人在短期之内 出现了白发 大多数是跟精神创伤 情绪的巨大变化 长期的压力 或者说家里出现的 重大的变故 有关 例如 前段时间 我们病房的一个 重症病人的家属 三十岁 他的爱人呢 是因为车祸 导致了脑外伤 一直住在 我们的重症监护室 因为突然的变故 再加上他的陪护 然后他是三个月 整个头发基本上白了 他当时来看的时候呢 拿出他之前的照片 跟他现在是判若两人 这就是这种精神经的 咱们回到正常的 一些范畴来 其实对于 无论男性来说 或者女性来说 只要是长了白发 我们心里 好像都有点挺难过的 拿着自己揪下来 那根白发是 老了 老了 然后 真的是 特别难过的 把那根头 赶紧扔得越远越好 没有 我是拍张照 然后发个朋友圈 或者发个微博 你看我老了以后 都照顾我一下 这段时间好忙啊 都长白头发了 有这样一个传说 就是我们那儿的说法 是这个白头发 一定要拔下来 你要不拔下来之后呢 就会越长越多 但是还有人说 还有一种说法 还是拔下来之后 越长越多 你看这就不一样了 到底拔还是不拔 多还是不多 白头发越拔越多 这个呢 是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 所以说 我们不建议 长了白发就去拔 因为人为了去拔发 我们知道 毛囊容易松动 毛囊一带坏死了 即使白发 它也是头发 它能覆盖头皮 有美观啊 还有保护的作用 那么如果经常去拔头发 毛囊损伤了 那么头发很难长出来了 所以说我觉得 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美 我们说随着年龄的增长 头发逐渐出现白发 我们要逐渐接受这个现实 我们说最美不过西洋红嘛 满头银化的老人 也非常漂亮 其实刚才咱们提到的是这个 长头鼻屑呀 有白发的问题 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经常会听到人说 比如说 哎呀建议您最好不要染发 因为染发呢 对身体是有伤害的 但究竟染发 有什么样的伤害 我们大家清楚吗 来看下一个问题 那染发最大的危害 到底是什么呢 是能够致癌 导致我们更多的脱发 还是头皮线也会增多呢 看没大家的选择 这个一般都是我吓唬我老妈 我老妈只要说 哎呦你瞧我的头发白的 不精神的 我就说染染吧 你不要染 我染以后就容易得癌症 治癌 你为啥要吓唬她呢 我不想让她染 真的那个东西 想染发肌都是化学成全啊 那那我头上 那都可怕啊 也就是说 其实你不是吓唬她 你也是担心 对吗 我是拿最严重的吓唬她 真的吗 这别真 真的是有这么严重吗 待会儿得问问 反正她又没染了 被你吓的 染了好几次 然后我就每次遏止 我说不能染 我觉得治癌这个说法 有点不靠谱 你染了头发怎么就治癌了呢 现在很多的染发剂 不都是达到 那个国家标准了吗 我倒是想说 一点的一个危害 是容易过敏 当年跟我一起合租的 一个小伙子 就是一发型师 他给别人染完头发之后呢 剩了点 他自己不舍得扔 给自己染上了 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 脑袋这么大 不是 眼睛是红颜色的 眼睛眼白都是红的 给我吓得 有些人要吃我呢 过敏了好久 然后打了好多点 叫我平常脱敏的 那我们来看看 大家是怎么看 染发危害这个问题的 最大的问题 大家觉得好像都存在吧 这三个问题 那到底哪一个 是带来最严重的 这个危害呢 染发 怎样呢 真的 我真的会致癌 这是真的 对 有个观众说 又吓唬我 我们说是最严重的情况 最严重的情况 是可以致癌的 染发剂啊 对人体的危害有很多 我们知道染发 是头发脑毛素的原理呢 是因为 有一些染发膏 它含有的化学燃料 使头发能上色 而且要借助一些温度 是吧 这些呢 才能才把它里面的燃料 让头发附着在头发上 对 形成我们想要的颜色 但是呢 我们知道 有一些 在染发的过程中 不可避免的 要借助到头皮 还有些皮肤 我们在每次 染到头发洗的时候 也有一些肤色 会透露在我们的头皮上 还有这个我们的身上 那么这些化学燃料 可以通过毛囊和皮肤 被人体吸收 是吧 新的呢 就像大色说的 他那个朋友 出现过敏症状 出现红斑秋枕浓泡 水肿 有些掉落在眼睛里 也会引起睫毛炎 过敏性睫毛炎 这些不同的一些省张 就是眼睛都红红的 对 但是 重的呢 因为我们说 一次两次的染发 不要紧 长期的 每个月 平凡一次的去染发 那么头皮中的毛囊 还有皮肤 其实这种化学燃料 长期的续集 染发肌的这些成分 主要是对本二氨 还有一些过氧化氫 一些这些化合物 还有藕蛋染料 这些化合物 这些染发的化学成分 通过皮肤和毛囊 吸收到人体之后 它可以进入血液循环 就会损伤我们的 整个正常的血细胞 从而引起最严重的 就是白血病 淋巴瘤 天哪 就是有这种情况的 因为动物实验 已经证实了 调查发现在血液科 一些中老年人 患白血病的病人中 调查 染发的病人占多数 还有一项研究 就是经常染发的 女性患者 她得淋巴瘤的几率 比不染发的 最高的能高到 将近50倍 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 当然 这个跟染发剂的 本身 它的成分 还有油刺激性 浓度都有关系 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前段时间都知道 台湾有一个知名的 自身艺人叫高凌峰 他去世的时候 是因为急性白血病 他去世的时候 只有63岁 那么分析他的去世原因 他的百变造型 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 基本上他经常染发 不断地变换造型 医生指出 他得这个白血病 可能跟他的这个 长期的频繁地染发有关 过年了 我爸头发是白的 我想给他染个头发 好好地过个年 看着年轻一点 拍张照片 一年染那么一两次 可不可以 可以 我们说尽量不染 要必须染的话 越少 越好 对 一般来说 一年染一次最好 要么就是不超过半年 就是半年以上 半年以上染一次 尽量少染 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作用 但并不是说 但是大家也不用惊慌 就说染发就一定要致癌吗 这个很简单 就跟吸烟的病人 就一定得肺癌吗 不一定 也不是说你一吸烟就得肺癌 也不是说吸烟的病人 都得肺癌 翻过来 也不是所有的肺癌病人 也都是吸烟引起的 道理是完全一样的 那您刚才说这个 癌症是最严重的一个情况了 那比如说脱发呀 头皮屑多呀 这和这染发有没有关系 都有关系 都有关系 我们这样 拿上了一个专业的仪器 看一看 经过染发后的头发 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 现在呢 我们已经把仪器准备好了 再找两个模特 我们掌声欢迎 来 欢迎你 把这边来 这样看起来 头发还是蛮好的 你多想直接染一次头发 大概一年两次左右吧 一年两次 这个是有多长时间了 染完 这个有大半年了 大半年的时间 对 那待会我们要借用 你的一根头发可以吗 好的 好 那另外一个模特是谁呢 就是我们的魏医生 魏医生头发特别好 对 一直没有染过 从来都没有染过 对 那待会还得借用 您的一根头发 没问题 我们看看这两样 不同的头发 在这个特别专业的仪器下 会呈现什么不一样的状态 是由无限级独家 国民播出的 健康之路节目 我们看看这两样 不同的头发 在这个特别专业的仪器下 会呈现什么不一样的状态 好 好 好 我们这个呢 是一个能把毛发 放大数十倍的皮肤 是个显微镜 皮肤显微镜 把我的头发 和这位美女的头发 我们放在一起 我们看一下 在放大数十倍以后 我们看一下 会有什么区别 现在要调整一下镜头 上面那根头发呢 是我的发烧部分 我们看到 它呢 这个颜色呢 是棕黑色的 很有光泽 表面呢 也非常光滑的 那么下面这根 黄色的头发呢 是这位美女的头发 我们看 是一根头发 是她的发烧部位 因为放大数十倍以后 我们看一下 她的发烧已经明显的 怎么样了 开刹了 开刹了 我把这张拍一下 好 我们从这可以看到 这两根头发 放大了以后 更能看到 这两根头发的区别 你看一下 其实肉眼是完全看不出来 这根头发有分叉的 对 有想到自己的头发 现在已经被毁成 这个样子了吗 一直都知道 自己的头发被毁了 但是为了漂亮 让人忍不住 还是要去 看下 她的头发 已经分了 多少根差呢 一二三三根 就像一个小条吧一样 那么她的整个头发的 光泽度啊 也明显的 不如上面那根头发 你看你从上面 这样比较起来的话 就是下面特别的干 然后抓起来 就是总觉得 像柴火吗 像那个铁丝 你知道吗 就特别硬的那种感觉 上面还好吧 上面是没有染过的吗 因为想等它变黑的 然后一起染 所以上面 你看头发还软软的 下面这个头发 真的是质量好差呀 我们说健康的头发 是最美的 不管什么颜色 少染一些头发 小女孩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魏医生 给我们的演示 那我们说到染发呀 尽量建议大家要少染 那你说我要是一年在家 自己染一次 或者是两次 可不可以呢 刚才也提到 还是可以 但是呢 要遵循一个正确的 使用的办法 那应该怎么样来做呢 看看何佳博士的做法 好的 小季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 怎么样科学的染发 那首先 我们要明确的一点 就是染发 当然是为了我们的美观 但是讲美观的前提 一定是健康 所以我们要做的 第一件事呢 就是要做这个染发剂的过敏测试 这个非常的重要 那这个过敏测试怎么做呢 非常的简单 我们可以把这个染发剂呢 稍微的涂一点 涂到耳后 或者是涂到胳膊的内侧 然后注意观察的时间 最好呢能够达到一天 也就是24小时 那如果一旦出现 比如说涂了这个染发剂的部位 有红肿啊 或者起一些皮疹啊 或者痒啊 或者痛啊 或者是其他不适的症状 那么就说明 这个染发剂 是不适合我们的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那么在染发之前啊 这个准备工作 也非常的重要 一般来说呢 我们建议大家 在染发前的两到三天 就不要洗头了 这是因为啊 我们的头发呢 会分泌一些油脂 这些油脂 在我们的头皮上 或者是在我们的头发上 它是可以起到 一定的保护作用的 那我们在使用 这个染发产品的时候呢 大家注意看到没有 我戴上了手套的 那么为了保险起见呢 最好还要戴上口罩 那因为我是为了 说话方便 所以我没有戴 那么我们自己染发的时候 是需要戴的 那涂抹这个染发剂啊 也是非常的有学问 我们涂的时候 大家注意啊 我把这个头发 捋起来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涂的时候呢 应该是距离 这个发根的部位 大约啊 有个一厘米左右 从这个位置 然后开始 顺着毛发的生长方向 往发梢涂抹 这样来涂 那么在涂的时候啊 我们用的这个刷子 也很讲究 我们一般来说呢 用刷子刷 或者呢 觉得哎呀 有些地方呢 刷得不好 用戴上手套的手 稍微的捋一捋 这是可以的 那有的人说 哎呀 这个刷子不好用 我刚才用梳子吧 把这个染发剂 挤到梳子上 这样刮啊 那是不行的 大家看 我这个染发剂的 这个刷子 是不是很软啊 非常的软 如果啊 我们用梳子 那它就有可能 对这个头发 造成损害啊 这样就不利 我们的健康了 那涂上染发剂之后 我们根据说明书 一般来说呢 是30分钟左右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头发 给它洗掉就可以了 那么最后呢 一定要提醒大家 那么刚才专家也说了 这个染发呢 最好能少做就少做 最好啊 我们间隔大半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染一次比较合适 就算是爱美 咱们呢 首先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